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郁兄 我这边蛮有趣的一个小个案 这个您是法律专家 我这不是学法律的 我觉得要谦卑一点 这个艺人吴宗宪 他说他经常被禁管 他说大概已经五次被限制出境 因为欠税了 OK 吴宗宪自报 他说3月底的时候 他不然要到大陆的北京工作 结果被告知说欠税200万 当场被海关拦下限制出境 令他大怒表示 出国前我才查过欠税 并缴了一笔174万的税 他直呼说 你不能一口气讲清楚吗 到底我欠你多少 那随后他也苦笑说 要出门先缴400万再说了 且他还透露 他至今已经因为欠税 遭限制出境高达五次 相关发言 他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说我今天欠你税 你就要让我出国去赚钱 才能够回来 把欠国家的税给缴清楚 您同意吴宗憲这种逻辑吗 我不是什么台人办会 那我真的承认我也欠你税 那你让我出去赚钱 然后赚了钱 回来欠给国家的税 如果你一直强制他不能出境的话 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 很令我们觉得担忧的情况 说就是国家跟这些 比如说个人之间 形成一种保证相互毁灭的恐怖平衡 那形成一种无解的囚犯困境 我就没给你出去 可是国家要保护的税机永远也达不到 就变成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恶性循环 您的观点是怎么样 我们的限制出境是税法上的限制出境 那跟这一次在修法是关于 新式送法的太样是不一样的 税法上基本上还是让税圈机关通知海关 那就可以达到限制出境的一个效果 那这部分就变成说 变成税圈机关及财政部有他们的一个考量 那我想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一次中做一次性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至少说包括我跟周春明委员 我们在推动的限制出境的一个法制化 就是希望说至少在刑事诉讼法在这一块 我们希望可以先走 至少让这一块的一个制度化让它出来 那就包括说次数的一个限制 或者是这个总期限的一个限制 就是说不要像过去限制出境变成说 你只要检察官或者是法官下了裁定之后 他就可以无限期的一个限制人民的一个权利 那也许检察官办案办到忘记了 办到他不忘了 我看说因为在拖有时候法官他是 比较无奈的就是说法官可能审理的案件太多 那他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案件审理完的时候 那他会把案件放着 那这个放着就变成一个恶性的效果 就是说那人民还是继续被限制出境的状况 甚至我们常常会听到说比较极端性的个案 就是我可能我最后被判的一个有期徒刑是一年 但是我这中间已经被限制出境 超过五年超过十年以上的时间 那我这十年上我的损失谁要来跟我算 所以这个是在刑事诉讼法上的 那吴宗欣他讲的是税法 那目前税法的概念是说 你只要有欠税高达五十万以上的话 那国税局只会自动去通知海关 会有限制出境 那这部分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可以把它处理的更加细腻一些 那不过这部分可能还在跟财政部在沟通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修法上 事实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关于这个可能会有一个配套措施 就是施刑法的第七条之十一的一个修正 那第七条之十一的修正呢 但目前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一次如果完成了 限制出境的法治化之后 那针对目前还在限制出境的一个现况 所以说现在有的人他就是被限制出境 那他在修法后是要直接是用未来修正的法律呢 还是说他还是要从头来 是不是有塑及既往这样的一个 是不是有办法有塑及既往 那这部分我想我们下礼拜可能还会有党团协商 让大家来讨论 那站在我立场我会认为说 因为这一群人确实他已经被限制出境很久的一个时间了 那既然这一次有要推动了这样的一个修法 我希望不要有为德不足 就是说让这些人可能 我现在开始重新起算 那他可能要累积八年 八年的限制出境他才能做一个解除 不过这个重点都还是在于说 我们希望未来的检察官跟法官 他们在办案可以更加的快速 不要把案件拖着 然后让人民就是说 我会随着整个诉讼的一个延宕 然后我很多我该我能去做的 我该去做的是没有办法去执行这样 是玉玉兄 你目前您个人这个意见 在党团里面是多数意见 还是只是你少数的个人意见 有关于塑及既往这个部分 避免为德不足的概念下 我想我们党团包括村民委员 包括很多委员事实上都有在讨论 OK 那我觉得很多状况就是说 因为我们每个委员在立法的时候 事实上有很多状况是没有办法一次性的解决 OK 那可是我们就是说 尽量有掌握到说 可能还会有现在的 会有某些现况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在法律上都可以有充分的讨论 OK 那尽量在修法的过程中 可以符合到说 该还给人民的一些基本人权的部分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周延性的一个办法 OK 因为你用一个还给人民 你认为说过期可能有缺人 所以你要还给他 有欠就要还 基本上认为是玉玉兄的概念是这样 我们签后顺序应该 这个大律师 我回应一下 欢迎刚刚蔡委员所谈的这个塑集既往的问题 因为一般法律原则是不塑集既往 我是赞成应该是要塑集既往 因为既然过去这个制度 它是欠缺法制化的情形底下 所造成的一个遗憾 那既然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 要去调整 要去修正 然后建立一个明确的法制化的时候 那过去所造成的这个遗憾 你怎么可以让他说那是你自己倒霉 为什么你是在过去制度上不健全 所以我们既然要确立这样一个制度化的时候 要把过去造成这个缺憾的这一些事情 应该也要在这一次当中要一并解决 所以我觉得委员能够去思考到 不要为德不足 这样的观点可以说是可以被肯定的 某种程度也有类似像转型正义的概念 在那里面 我觉得如果硬是要那样也是可以这么说 那另外一方面呢 组织人刚刚有特别提到 有关这个吴宗献的这个欠税 那确实存如蔡委员所说的 那个不是属于这一次刑事述动法 因为那个是属于税捐基增法的问题 税捐基增法呢 政府方面 他对人民纳税义务人有一个 这个工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一直也认为 采取限制出境这样一个措施 是违反比例原则 那为什么违反比例原则呢 因为人民欠税是工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 但是你现在把它限制出境 你是一个影响到它的迁徙自由 更何况税捐基增法本来就 互予税捐单位你有个租税保全措施 什么是租税保全措施 就是说这个人如果他有欠税 你税务机关你可以掌握他的财产资料 你可以先去对他的财产进行扣押 那既然如果说他有财产可以扣押 你就可以从扣押的财产当中 你去进行虚偿嘛 你根本不需要再去运用 限制出境的方式啦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情形 那以前欠税的时候 基本上是这个不论金额的 后来终于有稍微调整 说个人要欠税达100万以上 企业法人是要达到200万以上 那对负责人可以限制出境 那可是问题100万 200万 这样一个标准 这个吴宗献是一次是200万以上 一次是175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真的非得一定还是要用这么 这个过去传统这样一个手段来做的话 是不是金额可以再做提高了 因为你都已经有租税保全的措施嘛 如果你查进了他一切 他都已经没有财产了 如主持人所说 他可能他出去外面打拼 他是要去赚钱 赚钱回来缴税的 对 再来处理欠税问题 结果他现在连出国去打拼的机会都没有 不然你就国内你提供充分的 让他能够有赚钱发展事业的机会嘛 对不对 是老师那对这个所谓搜集既往的原则 跟这个概念您的评论是怎么样 基本上有利于被告当事人的 是不受搜集既往禁止的限制的 也就是说程序法的部分 法理上就是重新的原则是说得通的 那可能会面对到的一个困境 就是过去就是司法机关进行 限制出境的案件太多 你如果把过去的时间都算入新法的 不管八年或六年或五年的话 那可能他一时之间没有办法 处理这么多的案件 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这可能是司法机关目前可能 比较在乎的问题会在这里 是那个周委员我们的 保释法现在记者所了解是 您目前对修法态度是 您不赞成塑集既往 这部分您背后的价值判断是怎么样 因为刚才几位包括易渝 包括老师跟大律师 是不是跟您在这边意见 不是比较不一样 我要听听您的意见 我不知道是从何来做结论 说我不赞成塑集既往 那我打屁股 没关系 但是我想就我修法 提出来我的修法版本 跟大家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面临以前很多的 血淋淋很惨痛的经验 他的人权被限制 我们真的是心也很痛 所以这次我们的修法就是要求 我们的法通过之后 三个月内施行之后 两个月我们要重新检讨 你如果要再来给他限制 限制出信出海 你要重新做一个裁定 你不能说以前就摆着就放着 就是说这两个月内 你如果没有重新来申请 你没有重新再做裁定裁决的话 那你之前的限制出境出海的 这些限制就无效 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要求在两个月内 你要重新的来检视 你之前做的决定好不好 你如果认为还是有必要的话 你就要重新申请 你如果没有重新申请的话 那这个部分就不算了 就没有所谓的限制出境出海 这个就要当然的取消 那另外就是说 那以前我被限制出境出海的时间 要不要一起计算 那这个部分在我的版本里面 我们提出来的是说 如果你所犯的这个罪 是在十年以下 就是你的最重的罪 是在十年以下的 这个有期徒刑的话 那就是要累计 就是你以前限制出境出海的时间 要跟你现在出境出海的时间 要累计 不能超过八年 那到底是要八年好 八年比较好 或者是说五年 我们可以考虑五年 这样的一个法制的观念 是来自于说 我们的刑事妥诉审判法 我们的积压期间不可以超过八年 但这个部分 我们办公室现在有在重新思考 所以可以压到八年吗 还是说我们希望它妥诉审判 因为毕竟积压是限制人民的 人身自由很严厉的手段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办公室也提出来五年 那既然我们将来限制出境出海 是积压的一个手段 替代手段 你当然你这个时间 就不能够超过这个积压 最长的八年 是 我们是往这个修法的方向去讨论 那当然现在立法院 我们现在出来的版本 有一个版本 两个版本 但是原则上都是不变的 就是你以前 你如果不是重罪的话 就是你的 你所犯的是十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的罪的话 你以前限制出境出海的时间 跟接下来要限制出境出海的时间 要合并计算 这个是大家都同意的 有一个共识的原则 是 您刚才提到说合并计算 那万一有些数学上 我们讲说那个实在是 美美咖咖咖问题 比如说已经七年了 后来来个两年 那不是冤大头吗 现在就是在这个侦查中 你第一次是两个月 那你延长三次是每次四个月 那在审判中 当然就是一次八个月 所以可能大概就是 我们可以具体个案考量 那法制化下去之后 我相信检察官跟法官 他们在处理这些个案的时候 他们就要依据 我们这些法律的规定去算 到底时间能撤过了吗 不然撤过你就要快撤销 那如果没有撤销 当事人也可以申请 我想就完全的法制化 那法律面都考量之后 包括救济 包括限制 都有相关的规定 可以来做适用 大律师您同意这个 周委员这个修法的方向吗 譬如说易于是主张说 不要为德不足 OK 那我们过去常讲一个观念 说人权比国家主权更重要 特别在台湾中华民国 这个概念更重要 我们国家的所谓 国际定位的处境非常的艰困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 在台湾访问的时候 他就当面跟李前总统讲说 中华民国的人权 才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主权 我想这是政治概念 但是在法律上何尝不是呢 我想周委员有很多管制性的思维 如果这种定义对周委员有冒犯的话 抱歉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管制性的思维在里面 对人权的保障 为什么要建立在很多管制性的基础上面呢 我觉得论述上面是要假设 你们都是清白的 你们都应该受到国家最大的一些保障 那就像这个孟德斯鳩 讲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观点 所以在法律慈母般的眼神中 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你对待每个个人 就等于对待2300万人 这个国家的集体人民 一样你是用什么方法去对待他呢 法律本来就是一个慈母 虽然他会处罚我们 可是他背后的动机还是善良 循循善诱 所以这是我挑战周委员的某些概念 我不是学法律的 委员您的看法 大悦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 当然周委员他有他的一个角度去论述这个问题 那至于刚刚为什么蔡委员在讲完之后 我紧跟的呼应了蔡委员的说法 因为我确确实实觉得 目前我们中华民国 在这个价值当中 我们是一直在标榜以人权立国 那我们大法官会议的这个视线制度当中 其实也在一直在捍卫的 也是这些人权的这个价值 那一个刑事被告 他本身只是一个什么 他只是一个涉嫌犯罪 那涉嫌犯罪的时候 我们如果本于无罪推定的原则 在这种情形你所采取的这些措施 你都是必须要考虑到 他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措施 是 如果有其他比较轻度的替代措施 你就用其他的替代措施 对不对 然后你要去考虑到 他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性 他是不是有这一个 采用了这样一个情况底下 有没有这个相当性 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考虑到必要性跟相当性 然后一切就是以 反正检方办案他的方便 那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对人权的这个尊重 又到哪里去了呢 对不对 检察官当然他为了要打击犯罪 代表公益去恕罪犯罪 这是可以值得肯定的 可是问题是 如果假设你不是在一个规范的范围内的话 你纵使有一个如何高尚的目的 但是你的手段跟目的呢 是要有合制性啊 所以我常常强调的 我们今天要建立这样一个制度 我们要考量到所有的东西 法律上的事由 要有他的必要 采取的手段 限制的次数 限制的期间 他都要有他的一个相当 这个主要也就是 因为我们的手段 是必须要合乎 我们在速追这样一个目的的 一个公益性的前提底下去做的 OK 易渔兄 这个刚才周委员提到说 是不是对于搜集计网原则有所保留 但我知道他的动机是善良 他有一些犯罪征防等等的考虑 不过我从一个不是法律人 从一个死老百姓的角度来看 好 那如果你不搜集计网 那那些被排除在任 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叫做标签犯 你就是奇奇怪怪怪的人 所以为什么你还会继续被贴上这个标签犯呢 另外我也觉得说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不仅不能再绣下线 我想全台湾都有共识 我们不绣下线 但是只是坚守底线吗 我认为还不够 不够救济精神 您刚才提到说过期欠人 现在要跟他行 那要行 你就要把底线要拉抬上来 才叫做环 我常用这个小手板 告诉一个一些基本的概念 不戴帽子的看起来像希特勒 戴上帽子的像喜忌远元 卓别林 差别是什么 It's the hat 就插这顶帽子 这个议题就是定位我们中华民国 作为一个宪政法治国家 我们到底要脱帽还是要戴帽 要戴什么帽 不戴帽会变成什么样子 戴着帽想要变成什么样子 易于兄 你的看法呢 周委员基本上讲了大概 他认为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法施行后 那到底要怎么面对 目前还有很多被告 或是犯罪嫌疑人 他现在是限制处境 或者是出海的一个状况 那这样的状况 对于现在的法务部或司法院来说 因为很头痛 他们一定会很头痛 现在这些人怎么办 他要怎么去适用法律上的一个适用 那站在我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 我们立法院有另外一个 通管提出一个版本 他的认为是说 那既然就是说 这个法律会有施行日期 就表示说 我们如果真的通过了 未来限制处境可以法制化 那法制化后 他会有一个施行日期 等于就是说 我们也是间接的要求 这些检察官或是法院 你在这个施行日期前 你要赶快把你的案件做一个确定 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在施行日期前 把现在的一个案件 做了一个确定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限制出境的出海 就会因为新法的一个上路 然后你过去 你给人家限制出境的 这个都要再算 那就不要再有一个再重新 就是叮来 因为等于是说 对于过去被限制出境的人 我们会觉得说 他已经累积了这么长的时间 已经受到了过去的一个 强制处分的一个制裁 强制处分的一个处罚 那以过去的这段时间 跟未来 如果他要再面对说 好我再重新去计算 可能说我侦查中就又会有 第一次是两个月 然后可以延长四个月 那我又会有增加的这样 那到底前面这一段的时间 我被限制出境 那检察官在我限制出境的时候 有对这样的侦查作为 做了怎样的一个努力 那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案件应该予以不起诉 因为毕竟查 如果查不到 你不可以一直把我放着吗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那当然说在真正未来 在讨论这个法案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去尊重说 那法务部你们到底有办法 做到什么程度 在这个上路前 这个新法上路前 法务部你有办法做到什么程度 可是我们对他们要求就是说 你不可以这样把过去 你这样去限制 把人民限制出境是无限期的 以前那段 你都把动作不存在 实际上那一段 确实这些人民也是有遭殃 所以那段时间你还是要去计算 你不能就新法后就照新法来 那过去就让他过去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是